カモ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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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ベイビー 占わせよ 恋する 冬春 冬季 未来はそんな悪くないよ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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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んにちは 修林です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课的课文部分相关的文法 首先呢 我们来看第一个 何々とは とは呢是何々というのは的简称 那么というのは的という 大家应该不会太陌生 我们在初期上册的时候呢 我们学过说 转述别人说过的内容 叫何々といいました 对吧 就谁谁谁说了什么什么 那么我们在初期下册的时候呢 也学过という前面连接名词 后面也连接名词 那么前面呢是一个新事物 新现象新名词 那后面呢是大家一般普遍认知的 知道的东西 比如说 ばらというはな 叫做玫瑰的这样的花 那内容情况下呢 という的前向 刚刚我说了都是什么呀 新鲜的东西 就是说是个例 那这里的というのは呢 就比较接近于我们初夏的这个意思 前面呢是一个新事物 不过它多了一个わ提示部分 那我把前面的这个新事物呢 大家可能不熟悉的新事物呢 提示起来 那提示起来干嘛呢 那我们不妨通过这个例句 大家通过例句 先来猜测一下它的意思 JRとは Japan Railwaysの略です とはというのは 我把JR所谓的JR这种东西 叫做JR的这种东西 提示起来 后面的叙述部分说的什么呀 大家看 日本铁路的简称 那通过这个句子 想必大家应该已经猜出来了 那么とは在这里是 进行对JR的一个解释 对了是解释 我们可以意味所谓什么什么 就是什么什么的意思 或者所谓什么什么就是什么什么 它来自于我们初下学 那个to you的意思 那么用途用于解释 那刚才我们这个句子 是进行解释的 对吧 解释了一下JR的意思 或者是说明 一个新产品 一个新名词 什么意思 说明一下 还有比较专业的下定义 对于这个东西呢 给它下一个定义 它是什么什么 用来解释 说明下定义 用toは 那么toは呢 因为我们往往解释 说明下定义的 都是一些新鲜事物 对不对 东西 所以呢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前面直接接什么词呀 名词 就是你要解释什么 你就把它提示起来 用谁提示呢 用toは 常见的形式呢 有这样的 aとはbのことです 是常用的形式 惯用的一种形式 解释说明下定义的时候 我们就跟着这个套路 所谓的a就是b的意思 所谓的a是b什么什么的情况 这么来看 那下来呢 我们来看例句 第一个句子 パソコンとは 個人で使える小型のコンピュータのことです 这里呢 用toは 把我们第一次见到的パソコン提示起来 给大家做解释 那パソコン当然 大家学过了 肯定就认识了 那么如果他 第一次见到他 パソコン 不知道 因为パソコン 它是 パソナルコンピュータ的缩写嘛 是吧 你说パソナルコンピュータ 我可能还懂 你突然来个パソコン 诶 什么意思呀 我想问一下 那我把它提示起来 パソコンとは 进行一个解释 后面的解释是 个人可以使用的小型计算机 用官用的形式 ことです 解释 パソコンとは 個人で使える小型の コンピュータのことです はい 続いて 下面这个长句子 突然呢 在日本呢 有一种说法叫 セーボ セーボ出来了 比如说你第一次去日本 便说到セーボ おセーボ 什么是セーボ 那便给你 セーボ下一个定义 做一个解释 这次的解释呢 用了全称 トイウノワ 都说出来了 那一般呢 我们那个 トイウノワ 如果作为 解释说明下定义的时候呢 那个言字 那个汉字呢 我们就不写了 就省略掉 直接说 用这样的形式 トイウノワ 我们现在都不写了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セーボ 是不是 那我们看后面 解释的意思 一年の終わりに お世話になった人に 贈る贈り物のことです 还是 トイウノワ ことです 关用形式 那么大家自己会不会解释一下 这个句子呢 所谓的セーボ 所谓的这个岁目 或者所说的这个岁目 它指的就是在 一年的中了 一年的年末 给什么样的人呢 这里有一个 に に注意 に是对象 给 我 关照我们的人 是吧 照顾我们的人 所赠送的礼物 最终还原回来 啊 原来 セーボ 是个贈り物啊 这么解释 セーボ というのは 一年の終わりに お世話になった人に 贈る贈り物のことです 所谓的 岁目 就指的是 在一年的年末 我们要给 关照了我们的人 赠送的礼物 这个礼物就叫做 セーボ トヨノワ 对我们没有 见过的 也不熟悉的 セーボ 下了定义 做了解释 はい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一下 练习 练习 那第一个句子 大家来看 大家自己试着 算一下 就是说 做一个解释 对新名词 新名词是 教育ママ 教育ママとは 自分の子供の教育に とても熱心な 母親のことです 那么大家根据我 刚才讲的 理解了之后 自己来翻译一下 这个句子的意思呢 就所谓的 教育ママ 教育母亲 都行 指的就是 对自己孩子的教育 非常积极的 妈妈 非常积极的 母亲 还是一样 とはのことです ことです 公用表达 自分の子供の教育に とても熱心な 熱心 是积极的 热衷的 对自己孩子的教育 非常积极 非常热衷的 母亲 就是 教育ママ 教育ママ 是近几年的 一个热门词 那 可能 对现在 比如说 社会上 一些心象 不了解的同学呀 或者初来乍到 到日本的同学呀 可能学的 还是以前的知识 我们课本上 没有教育ママ 那进行一个 这样的解释 第一次见到的时候 教育ママとは なになになに 那下来我们试着 把它翻译成日语 国貿 这明显国貿简称 是吧 国貿 我们怎么说 国防 国防 就是国际贸易中心的简称 比较简单的一个句 大家试一下 对国貿进行解释的时候 要提起来 提起来用 とは 叫国防 とは 然后国际贸易中心的简称 国際貿易中心的简称 国際貿易センターの 简称 略 略のことです 官用的搭配 とは のことです 当然也可以 重大掉 是吧 那 国防 とは 国際貿易中心的简称 也行 那我们看看 正确的翻译 国防 とは 国際貿易中心的简称 略です 用とは 提示起来 你要解释的这个东西 这个名词 然后呢 后面呢 就是你展开的解释 说明 那我们再做一道 这个 听写练习 那么大家先认真听 听我说的句子 然后呢 把它写下来 记下来之后呢 把意思呢 互相翻译一下 注意听 おせち料理とは 正月に食べる お祝いの料理のことです もう一回読みます おせち料理とは 正月に食べる お祝いの料理のことです では接下来のも 是什么样的句子呢 我们来揭晓正月答案 おせち料理とは 正月に食べる お祝いの料理のことです 再解释 おせち料理 那我不讲这个单词 大家都看不出来 反正就只能说出来 是一种什么菜呗 对吧 什么料理 后面的解释 把它提示起来 后面进行解释 是什么呀 是新年的时候吃的 庆祝的 祝贺的这样的一个料理 那所以我们 おせち料理 大家也给它一个定义 翻译一下 中文说 可以说新年饭菜 是不是呀 当然我们在做翻译的时候 因为你是完全不知道 おせち料理的 就可以直译 おせち料理 所谓的 指的就是新年的时候 所吃的一种 庆祝的料理 庆祝的饭菜 那么大家掌握了吗 第一个 具形Towa 用来提示一个 大家都不熟悉的 新名词 那么后向的展开 进行解释 说明下定义 那么说到了这个Towa呢 那就有很多相关的 这个关联用法的具形 我们来看一些 它的相关的东西 补充一个 第一个 大家看 名词叫 と言うものは 何々です 跟上文的这个Towa 就多了一个什么呀 もの 好像もの是什么意思呀 もの有东西事物的意思 对不对 那もの呢 它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说它有一些 表示感慨的意思 もの感慨 那我们看看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 感慨的意思里来想 我说 と言う还在 对啊 と言う还是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名词 我们感慨一下 是什么什么 那这是干嘛呢 进行感慨呀 对前面的这个名词 带有说明性质的感慨 是不是呀 所以呢 当我们对于一个名词 想进行一番 发自肺腑的感慨 那多数是基于本质的 对吧 基于本质呀 或者是基于它的性质 进行一些发自肺腑的感慨的时候呢 我们用 と言うものは 来提示 就是刚才的那种语感语气啊 所谓的什么什么啊 所谓的什么什么这种东西呀 这种人啊 真是怎么怎么样啊 跟单纯的 と言うのわ不一样 是吧 と言うのわ是不含任何感情色彩的 非常客观的在叙述它的意思 と言うものわ呢 是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 因为还是所谓什么什么就是 那如果不讲它的意思的话 那跟と言うのわ就不好区别了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它后面呢 多数为这种感慨的 基于本质 基于性质的感慨的 比如说我们看 这个和单纯的 と言うのわ不一样了 男にとって 女というものは いつまでだっても謎だ 男にとって にとって呢 我们后面呢 要学到的一个形式表示 对于谁与谁而言 对于谁与谁来说 是一个立场的一个剧情 那对于男人来说 女というものは 翻译的时候可以灵活一些 你不能翻译成 执意女人这种东西 这有点不太合适 哎呀所谓女人啊 因为我说过 と言うものわ有感慨的意思 而且呢你不能凭空感慨 还是对于她的本质性质 进行感慨的啊 对于男人而言 女人啊 然后提起来 干嘛呢 いつまでだっても いつまで たっても たつ 到 直译 无论到什么样的时候 无论到什么样的时候 たつ是经历呀 时间的流逝呀 经过呀 所以就到 那无论到什么的时候 我们可以 以为永远吧 是不是 无论到什么时候 就永远 永远是个什么呀 なぞ なぞだ 那 站在男人的角度 对于男人理解的 女人的性质 本质 进行了一番感慨的论述 大家看 跟 トイウウノワ 是不一样的 不是那么客观的 不含感情色彩的感慨 男人理解的 女人 というものは いつまでたっても なぞだ 对于男人而言 女人啊 所谓女人啊 永远都是一个名 非常 有哲理性的一个句子 はい 続いて 我们看 時間 トイウモノワ 很明显提起来时间了 那么 一看用トイウモノワ 来提起来的 那后面就不会是 单纯的对时间进行解释 而是一番感慨 誰に対しても平等です 是吧 本质的感慨 誰に対しても平等です 所谓时间啊 它就是什么呀 对任何人而言 对于任何人 它都是平等的 所谓时间啊 它都是平等的 这是我们补充 トイウモノワ 和トイウモノワ 的区别分开 是我想对前面 我提起来的这个名词 就它的性质啊 本质 我进行一番感慨 和论述的时候来说的 那我们也 练习一下 トイウモノワ 的句子 首先都要自己试着 翻译一下这个句子 什么时候就到来了啊 或者所谓幸运 不知道什么时候 它就来到了啊 或者根本无法预知 它什么时候会到来 都行 好 根据你的呃 预感 预境 来翻译 但是呢 重要的是 トイウモノワ 的理解 那下一个 大家试着 把这个句子 散一成日语 人是不能一个人 生存下去的生物 人是不能一个人 生存下去的生物 那大家要先想 是基于什么来感慨呢 是 人間 对吧 人間トイウモノワ 一个人 靠一个人 一人では 靠一个人 一人では 生存下去 生存是 生存下去呢 生存下去呢 生存下去 那能不能不能 生存下去 できない 你可以 就是不要纠结于 某个生物上 如果大家不会说的话 一个句子 如果你非得纠结于 哪个的话 你再也说不出来了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 人間というものは一人では生き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或者できない 或者大家會說生物的話生物也行 是吧生物加上就複雜一點了 人間というものは一人で生きていくことのできない生物です 那也行 也可以 我們來看正確的案揭曉 也是非常簡單的解釋方法 人間というものは一人で生きていくことはできません 所謂的人是一個人無法生存下去的 只要把句子大致的意思說對就可以 对人這種生物進行本質還有性質進行的一番感慨 はい 間違って飲むと大変なことになります 基於藥的本質 基於藥的本質 敬心的感慨 采りというものは間違って飲むと大変なことになります 這是我們補充的第一句 也是有一些說明在裡面 但是呢是含有主觀感情色彩的感慨 那這個想幹嘛呢 那基於上文的意思 上文是基於這個名詞 基於這個事物進行的一番感慨 那我們這裡順著說我們可以說基於前向的這個行為 或者基於前向的這個事態進行的一番感慨 進行的一番敘述 啊這是可以的 但多有口多啊的意思比較多啊 那基於上面的第一種呢 我們說啊基於前向的這個行為啊 基於前向的事態動作呢 進行了一番敘述 这是一種 那麼他後面呢也可以是一番推論啊 逻辑非常符合逻辑性的推論啊 所謂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其實呢就是怎麼怎麼樣一回事啊 根據前向的動作行為現象 我們後向得出的是一個非常逻辑性的啊 非常有道理的一個結論推論 那下面呢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解釋啊意思 我們以為所謂的什么什么就是说什么什么 或者說什麼什麼就等於怎麼怎麼樣 或者什麼什麼就表明什麼什麼 那麼大家也不要太拘泥於他的翻譯啊 那根據我剛才所說的 要么我們根據前向的這個事態啊 動作行為進行推論 要不然就是基於前向的這個事態動作行為 我進行了一番敘述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例句 大家看一下怎麼解釋好 嘿 第一個我們看 一日に5時間月曜日から金曜日まで働く ということは ということは 週に25時間働くことです 有點像廢話是不是啊 那這個呢應該是我們說的 基於前向的這個情況 後向進行的一番推論 是不是啊 推論 雖然這個推論特別的容易特別的簡單 那也是推論啊 我們看一下前面是什麼現象啊 一天五個小時 從星期一上班一直上到星期五 那這個現象呢就表明就是說 一週我們要工作25個小時 大家算一下 是邏輯性的結果吧 邏輯性的推論啊 非常就邏輯性客觀的推論 再說一遍 一日に5時間月曜日から金曜日まで働く 大陸で一人で暮らすということは大変なことです 這就比較像我們上文那個 偷幽默的往後向是感慨了 是不是啊 那但是這個是基於的是事情 基於事態後面進行的說明 哎呀你看一個人在國外生活這種事啊 實在是很辛苦 實在是很夠瘦的 夠嗆的 所以我說他的意思呢 比較多 可以是根據前向我後面推出來的結論 也可以是我針對前向的這個動作行為 進行的一番敘述說明 都行 哎這是ということは 那麼我們也來做一下練習 大家試著翻譯一下這個句子 然后呢也可以先判斷一下 它屬於那種意思用法啊 彼が怒ったということは きっとひどいことを言われたのでしょう 後面的這個 Node Show很明顯的在給大家的暗示 是一種推測 是不是啊 那就屬於是基於前向的這個事項行為 後向進行了一番推論了 怎麼翻譯呢 嗯 那我們來一起說一下 這是啊 他生氣這個事情 說明一定是誰對他說了非常過分的 話對不對 ひどい ひどい是過分的 惡毒的 きっと和別秀 肯定是這樣進行的是推測 那言われた 因為他生氣 他做主語 我們保持主語一致 那又不是他说了 是別人對他說 保持主語一致 還是他做主語 我們用了被動他言われた 翻譯的時候 靈活處理一下 他生氣的這個事情呢 說明肯定是誰對他說了非常過分的話 嗯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是我們說的後向式推论 那下來大家試著翻譯一下這個 這個 養育孩子呢 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那這個應該是屬於基於前向的這個事情 行為 然後後上進行的就一份叙述了 對不對 啊 而且是 我們看很明顯是感慨性的叙述 對吧 啊 大家自己試著翻譯一下 養育孩子 子供を育てる 子供を育てる 全體節ということは 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後面簡單了吧 とても楽しいことです 嗯 我們看一下答案 子供を育てるということは とても楽しいことです はい 大家做對了嗎 嗯 はい 那麼下來呢 嗯 我們來做一個聽寫練習 跟這個句子非常的像 那希望大家能夠很快的就寫出來啊 注意聽 日本語を勉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は とても楽しいことです 簡單吧 嗯 那麼大家來 直接說出來了啊 介紹答案 日本語を勉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は とても楽しいことです 皆さん本当ですか 日本語を勉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は 楽しいです 是吧 嗯 学習日語這個事情呢 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非常有趣的事情 還是 基於前向的這個行為呢 後向的一番叙述感慨 那這裡呢 是全部的 ということは的内容 是基於 行為 事態 然後呢 進行叙述感慨 或者是 根據前向的行為事態 後向做出的某種推論 看大家想表達哪種意思 都可以來用 那么 這是 第一個句型 我們從 想先講的是 とわ とわ 從而補充過來的 とよものわ 和とよことわ 那麼以上呢 這些是 課文部分的 這個重點的文法 那本集的重點呢 也就是我剛才 說到的這三點 希望大家能夠注意啊 這個とわ 咱們再回想一下 解釋 說明 下定義 とよものわ 基於前向的名詞 的本質啊 性質 進行後向的一番感慨 とよことわ 兩種 一種是 根據前向的 這個動作行為 做出的某種推測 推断 那麼 還有一種呢 是 基於前向的事態行為 也是做出一番感慨 就是做出一番叙述 那希望大家能把這三個呢 牢牢掌握住 はい じゃあこれで終わります